大家好,我是云一鹤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风水上 那么露虫煞 那么这个风水问题 有的人呢 他的房子住进去之后 那么就会出现了各种不顺 不是有人生病了 就是出现一些车灾凶祸 或者是疾病手术等等 那么宅运不稳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 他周边是不是有什么煞气 比如说 那么一条道路直冲过来 那么这就犯了露虫煞 那么我们看 这个露虫煞过名思义 就是一条直路 那么冲向你的窄院 或者是你的楼房 我们看 这个露虫它有几种 一个呢 是像这种直冲的 这个一的形的 然后呢 还有呢 是歪的形的 也有呢 剃的形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呢 是那个 拐弯的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 只要是 这个道路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窗户或者门 能够看到 这条路 直冲而来 那么呢 它都是 带着一定煞气 只不过呢 它的能量大小 而呢 影响了 鸡胸的大小而已 比如说 如果在室外 那么有道路 超过了100米 或者以上 那么这样能量非常大 另外呢 在道路的两 两旁啊 有这个楼房 密闭的楼房 或者是村落等等 那么这样的形成煞气啊 它就更加聚集 所以呢 煞气能量呢 那么影响了 这个煞气的 这个鸡胸啊 就会呢 更大 当然 如果呢 消逸50米 那么这个能量 那么从 这个煞气来讲 要小一些 影响呢 就比了100米的 这个呢 塔就小了很多 如果两边呢 它是宽阔的平衡地 没有呢 其他的一些呢 建筑 进行竖气 那么它这样呢 又减轻了一些 所以呢 按照啊 这个道路的 长短 和呢 两边建筑的有物 我们也可以判断啊 这个路冲的 鸡胸大小 当然 我们在室外 无论是一个宅院 或者是一个楼房 我们看 这个路冲 来的这个方位 那么 它的大小 我们呢 就可以啊 判定 我们所住的 那么宅院呢 它的鸡胸 比如说 像这个路冲 它呢 是从正东而来 那么从正宫 我们呢 可以呢 有次可以判断 那么对于家里面男主人 或者男性 那么呢 身体健康 或者呢 财运事业 等等 都是呢 首当其冲的 那么像这个楼房 我们一般 看这个楼层 一般在 四层一下 那么受影响比较大 那么四层以上呢 这个路冲啊 反而啊 它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这是呢 根据啊 能量大小 距离远近 来判断的 当然 有的呢 在这个住家里边 我们看到一些啊 小道 或者是呢 楼梯 那么它也形成了一个呢 这个路冲 啊 路冲上 那么这个呢 也要根据啊 实际的情况 进行判断 无论怎么样 只要是我们 这个道路 冲了我们的门和窗 那么它呢 住家的人 那么 煞气呢 就会非常重 如果说不对煤和窗 如果正对了房子的后墙 那么呢 就会对整个 房子里边的人 会产生一定影响 那么这个路冲 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路冲的煞气 它首先 会对人的身体健康 会导致一点危害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啊 使住家的人 容易呢 产生一些呢 疾病 或者重大的疾患 有可能呢 引起呢 这个手术治疾 也有可能呢 就是影响了 人的情绪 使人的精神传统问题 或者出现一些呢 这个外出处刑啊 这个车辆方面的一些车灾什么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人的财运 也是一个呢 非常大的影响 容易呢 使人有多生意的 容易呢 破财 容易呢 这个财运不及 也容易呢 就是在办事过程中 事业法庭过程中 也容易会遇到一些呢 意外或者突发事件 所以呢 本来呢 要生止的生不了了 本来呢 是一件呢 好事 可能呢 发生了一个呢 种事 所以说呢 如果遇到路冲上 我们要进行呢 这个正确的化解 要根据呢 这个路冲的 能量大小 具体的工位 我们呢 进行了合理化解 然后呢 使路冲啊 路冲是可以化解的 那么经过 有效化解之后 那么呢 我们的载运啊 就可以提升 然后呢 对于住家的人 那么他的身体 财运 事业 以及呢 其他的运势啊 也会一个增强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更多精彩啊 我们下期 待会儿 我们下期